大家好,今天我们来读一个庄子预言,半君如半虎 半君如半虎 有个人要去做魏国太子的老师,来请教魏国大臣瞿博裕 瞿博裕说,螳螂愤怒的时候举起手臂去阻挡车轮 不知道自己的力量不能胜任 养老虎的人不敢为老虎活物,怕激起老虎的野性 他要了解老虎的鸡宝和喜怒,顺着它们的习性 爱马的人用竹框接马粪,用隔壳接马尿 一天,他发现有一只苍蝇钉在马身上,连忙去打 那马受了惊,争断了绳子,伤了自己 半君如半虎 陪伴君王,像陪伴老虎一样 这个预言来自庄子 庄子是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之一 瞿博裕说,和统治者交往 第一,要知道你就像螳螂挡车一样无力 第二,要顺着老虎的习性 第三,即便这样,还可能因为拍马身上的苍蝇引来灾祸 现在,我们再来读一遍 有个人要去做魏国太子的老师,来请教魏国大臣瞿博裕 瞿博裕说,螳螂愤怒的时候,举起手臂去阻挡车轮 不知道自己的力量不能胜任 养老虎的人,不敢为老虎活物 怕激起老虎的野性 他要了解老虎的鸡宝和喜怒 顺着它们的习性 爱马的人,用竹框接马粪 用隔壳接马尿 一天,他发现有一只苍蝇盯在马身上,连忙去打 那马受了筋,针断了绳子,伤了自己